鄭先生一直以來,在你的工作經驗中 順境好像比逆境要多 但是在你工作中 我相信不可能只有順境 也有逆境的時候 當你是公司的一個管理人 你既想有一個社會責任 作為一個管理人自己本身 對社會有責任 但是對公司是要負上一個很大的責任 公司要發展的時候 有時在所難免會交一些使命給你 幫忙看看這些公司、工廠 怎樣可以是裁員 有沒有試過面對這種情況? 有,我在華納公司工作的時候 他們收購了另一間藥廠 叫做Park Davis 是很出名的藥廠 就派了我去菲律賓 因為菲律賓是一個比較中型的機構 兩間公司都有廠 又有兩班人士在 他們派了我去菲律賓 去試一下怎樣去省錢 以及將兩間公司來integrate 拿了一些經驗 就可以全世界發出去做 你知道國際公司就說 好,你去到就要減500人 要選500人 要選500人 人士 我們不管你怎樣做 你肯定做到 就省了很多錢 我去到那時候 就 早上在華納那邊 下午就在Park Davis那邊 有三個月我都這樣做 我想打差一點點 我也去過菲律賓 住了兩個月 是 如果我在你那時候 我會很害怕 為什麼呢 我告訴你 我在菲律賓的時候 看到的現象 我就去探望一個華人的朋友 是 他說 你等等我 我先燒槍 我問為什麼你要燒槍呢 他說 我因為他有很多種植的原地 香蕉等 他說 我三天兩天 要展示給別人看 我有些很厲害的槍 我又很會燒槍 我有什麼作用 他說 你不震懾他們 這裡很危險 我就讓他們感覺到 原來是那種文化 叫你炒500個人 中間有一個 他不開心 他會找你晦氣 是啊 那時候有沒有腳軟的感覺 那時候 應該穿著一件 防止彈衣服 鼻彈衣 你是說真的嗎 沒有 我去到 我就 又是跟一些 低級的同事 大家打籃球 交朋友 是 你都想炒他們 你還交朋友 不是 你首先要人事方面 搞定 但是最挑戰的地方就是 每個人都有家 有小孩 你又要 下手去減人 人手 這是一個很痛苦 和很挑戰的情形 因為 我要選五百個人 尤其是那些高級的那些 每個人都在公司做了二十幾年 所以我兩邊都要研究 研究了三個月 就很詳細地把我第一線 是 的 direct report 給我的那些人 剛好我選到那些 一半是華納 一半是 Park Davis 嗯 一直慢慢 就 再幫他們去找新工 嗯 就是在其他公司找機會 是 我們又有些新的計劃 做些新的項目 嗯 來吸收這些 被裁的員工 是的 所以 這個是一個 我最 覺得 我全 全世界最有挑戰的地方 就是在菲律賓那次 要炒五百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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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沒有辦法 你知道 那個上市公司的壓力 那些股東要看著那些 那些 number 又要 股市 那個 share price 要看著 沒錯 所以有很多壓力 所以 如果你是打工的 就沒有辦法了 如果你是私人公司 就容易做些 因為私人公司 你可以捱多兩三年 賺少些 都不要緊 但是上市公司 又沒有這樣的自由 所以就看你的情形 應該沒有一個 可以解決所有的情形 根據資料 你好像把廠房做些移動 令到它的成本有一個變化 對 你可以解釋給我們聽嗎 因為去到那裡 兩間公司 一間的廠 就在城市內部 即是歷史上 在城市內部 一間就在郊外 我把城市的廠 左右都有其他公司 他們倆在搶那個 黃金地段 黃金地段 拿到一個好價錢 把那個機構移到郊外的地方 那裡就有一個好的機會 即是被公司賺了一筆相當大的錢 所以變成一個炒雲的壓力 可能舒緩的堆 會不會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當一個大公司 去收購另一間公司 兩間公司其實都旗鼓相當 做一個合併的時候 其實當時你就是代表華納的 會不會同樣在華納那裡 有些同事對你也有一個期望 就是 喂 阿波 你要移動 要移動 當然只有旁邊那間 沒有可能只有我們自己人 所以就要做得很有透明度 和很公平地去處理這件事 不可以偏心的 解決的機會就是 幫他們找到新的機會 以及公司也可以發展到新的項目 收購合併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說 一定會有 即是一加一 不會只等於二的 一定會有一個 synergy 出現 是的 不斷想 其實在你的經驗裡面 那個 synergy 是怎樣可以產生到呢 Synergy 只是看你的生意 你買另外一間公司 那些是同樣的 譬如說推銷的路線 大家都一樣的 那你就可以有 synergy 即是可以省一隊人 去加一些貨品給他們買 這些是其中一個 example 即是真的在業績那裡會有一個發展 是的 還有你的 support functions 那裡 譬如你剛才說的 財產 security 人事管理 工廠那裡 也有很多機會 所以就是說 有一句說話 以前我跟另一個 CEO 學 叫做發展是硬道理 所以為什麼要先知先覺呢 即是如果你在發展的時候 生意大了 你有新的一些項目 很多問題就會解決 如果你在一個環境之下 一直陰桿的時候 終於都會出問題 是 所以為什麼那些超級 CEO 經常都在想大發展 一直向前走 可以展示市場 是 Hunter Luca 奇幟 先生 我知道